大家好我是老柯 大家好我是小天 今天我给你带来的是一个 被拐卖者拐卖了拐卖人的故事 故事标题是这样 17岁少女被拐卖 几句话却把人贩子卖了 这几什么时间发生的 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我们待会儿来捋 小慧是一个中国农村的普通高中生 刚刚参加完高考 但没考好 家里就给他零花钱 因为家里是农村的嘛 就到他们省的时候会出 玩了几天以后就打算回家 单天下午就到了火车站 准备卖车票回家了 在排队的时候 小慧就突然发现 自己的钱包给别人偷了 由于小慧平时并不出名 处理这种事情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情 当时就慌了什么 站在火车售票大厅去大喊 谁偷了我的钱包 这里有小套 谁偷了我的钱包 结果当时车站里面 乱哄哄的 没人理他 那那种车站没有人理他 小时候呢肯定就早就 不知道啥时候偷了 就是已经跑了 肯定找不着了 那当场没有那种 像有些火车站 他有一些什么警察点啊 武警啊这些 哎 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神奇的地方 啊 你先慢慢听 啊 好 就在他大喊 有人偷了他钱包的时候 一个身穿着时髦衣服 非常平打扮 非常时髦的这种漂亮姐姐 走到他面前说 哎妹子 你报派出所也没用啊 你看啊 这受票打听这么多人 同时怎么 派出所民进 怎么可能给你找不到小偷啊 小偷早跑了 我看你呢 赶紧想办法 买票回家 这个时候 小偷眼眉弯弯的对着那个时髦大姐 你看时髦小姐 时髦小姐姐说 我全身扇下的钱都被偷走了 一分钱没有 我上哪去找钱买车票 说完哗 他就哭起来了 这个漂亮女人就问他说 妹子 你去哪儿 小偷说 我去龙山呀 我家龙山哪 那女人突然一拍打出来就 咱俩同路啊 老乡 我们是老乡呀 我进来家到人 他就不管你手打他都跟你说老乡 肯定的 贺奶奶 老乡呀 那女的就说 既然我们是老乡 又有同路 那我就给你买票 小偷一单身已经急着 有点云头转向了 单身就搬一下了 是吧 还感激不急的说 自己到家就把钱还给你 一个小时之后呢 两个人就登上了开完龙山线的火车 在火车上两个人攀谈此外 经过攀谈的 小慧了解到这个女的 叫刘梅 今年三十岁 她老公在沈上 开了一家非常大的公司 刘梅也在这个公司上班 今天她本来是想 回家看看老人 但是她老公临时有事 没有去 于是她只有自己买了 火车帮我回去了 而且还表示 自己的公司现在正在招人 如果小慧愿意 可以到她公司来上班 她可以介绍 又高考没考好 对她高考没考好 到了现场 小慧需要再转给她车上回家 这一刻刘梅就对小慧说 自己要在城里边办点事 她有个舅舅在城里边 她要去舅舅那拿点东西 要拿了东西才能跟着小慧 才能去小慧他们镇上 所以说小慧你要不你刚先跟我一起去 我舅舅拿完东西以后我们再一起回家 小慧没办法 小慧现在一分钱都没有 对吧 只能是还指望人家给自己 还指望人家给自己买车票 但经过刚才那一路的判断 小慧觉得刘梅这个名字 不像是坏的 所以呢也就答应了说 走一起去 两个人七拐八六 走了大概半个小时 终于到了刘梅的舅局家 刘梅的舅舅把两个人直接迎进屋里面 这个时候刘梅的舅妈就出来了 一看刘梅到了 旁边还跟那个女的 只跟刘梅寒暄了两句 就冷不烦的穿的闪出去了 过了一小会 这个刘梅的舅妈带了一个瘦瘦的男人进屋 这个瘦瘦的男人啊 她从一进屋就不停的在打量着小慧 这个小慧被盯着全身发毛 但是她又不好意思说啥 那毕竟是人家亲戚带来的 可能客人啥的东西 刘梅那个时候就看出小慧的意见了 就对小慧说 妹儿啊 我跟舅舅说点事儿 你到旁边屋那屋那看她电视 说着就把小慧带到了另一间屋里 还给小慧打开了电视 转身就走 出门的时候顺手还把房门给带上 就在带上这一瞬间 小慧突然警觉去了 觉得不对了 为啥刘梅的舅妈一见刘梅来了 就跑不去 她立马就带一个人回来 带回来这个人还鬼鬼祟祟的 一直盯着自己 就觉得自己是不是碰见了人贩子 于是她站起来 就是推门 一推门发现 她自己肯定遇见人贩子 就是门 门被外面走 门被从外面走 这一下小慧就真的明白了 自己肯定是遇到人贩子 但这个时候啊 小慧没有在车站丢钱包那么急了 也没有那么欢声 小慧先在这个屋子里面转了一圈 他转了一圈以后 发现这个屋子里面还有个门 他把门打开 开关键门那个是祖禅室 然后那个祖禅室旁边有个窗子 在那个窗子上 刚好可以听见外面人的说话声 她就凑我去听了 就听见了 先是听出了刘梅的声音 刘梅说 多好那个姑娘 看还是学生呢 你至少得给我一万 然后一个男生跟刘梅开始讨价还价 最终还价到五千 刘梅说 真是便宜的你小哥 算是把这个价格敲定了 那又说白天啊 不方便你把这个人带走 等到晚上我再把这个姑娘给你送过去 你别急 省得急外生枝 说完这句话之后啊 男子点头称是 就离开了刘梅舅舅家 小慧立刻就返回刚才的房间里 把门人关上 专做自己一直在看电视 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好近哦 果然有一会儿刘梅就进来 就说 哎 妹子 我要拿的东西呢 我舅舅梅给我准备好 得玩着才能来拿 现在呢 我先带你去穿穿玩 跟我出去玩一下 玩着你回来拿了东西 取的东西再一块回家 小慧呢 抓什么都不知道 就说 好啊 刘梅姐听你呢 说完呢 就跟刘梅拉上了家常 说着说的就是说 哎 刘梅姐 你们公司不正招人吗 我还有两个姐妹在家里面 高考也没考好 正愁之后要干啥 要不 刘梅姐 你把我这两个朋友也介绍给你 也介绍到你那上妈呗 刘梅就一听了 心里乐开花了 觉得 哇 这是满意子二 但是脸上还是面露了 哎呀 现在工作不好找 我们公司虽然缺人 但是却有学历了 嗯 你们高中毕业 就怎么让人 嗯 小慧就装作很头疾的样子 跟她说 刘梅姐 你看我们都是同乡 班班老乡吧 我那两个朋友啊 吃虎带老乡很 嗯 就是学习学不进去而已 嗯 到你那绝对不会给你添乱 一定好好工作 刘梅反过神来说 哎 要不这样 我跟你姐夫删来删来 嗯 嗯 她答应 我就把你带上去 说着装模作样的就走出门去给你 把电话去 嗯 可能 我觉得可能是跟那个兽人 打电话说 哎 还要 再去半两个来 嗯 然后打完电话回来 我说 喂 你姐夫同意了 嗯 但是呢她也得要求 嗯 你得带他们一块跟我去城城 嗯 刘梅高兴的开着手 说好好好 我们现在就去跟他们说啊 嗯 然后说完他们就开始商量下 还是该怎么办 嗯 两个人商量 刘慧 灰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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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 创玩 犯了这个作 啊 我就一直在等你说的 刘慧 哈哈 刘梅小慧 啊 两个人商定啊 刘梅呢 跟小慧一块儿到个镇台 到那儿应该差不多天黑了 刘梅呢先去镇上开个房间 嗯 有镇上招待所开个房间 小慧呢 就找上她同学 嗯 第二天啊 几个人一起回到省城 嗯 删定完了 两个人也不含糊 直直办车站就去了 嗯 到了小慧老家 刘梅先是在家宾馆啊 拍了房间 嗯 然后呢小慧就带她 带她同学过来 小慧赶一开宾 飞死的往家跑 心想 我先回家 嗯 然后马上报案 想到这 这个时候 一个念头过 这报案 没证据 没证据 对啊 我也好好的 嗯 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把这个人贩子给置上 嗯 但是她有些不甘心 嗯 就觉得一定要让这种人贩子呢 好好的支持苦头 嗯 这个时候啊 小慧就看到路边 有个独眼大叔 在路牌烤火 这个时候啊 集散心头 他先走过去跟那个 路牌的大叔搭讪说 嗯 大叔啊 挺闲的 还是挺孝顺的吧 这个独眼难以听啊 没好劲的说 没好劲的说 大叔 我才三十岁好吗 哪来的孩子啊 我连婚都没结呢 呵呵 你看我这眼睛 哪个女的愿意跟我过 嗯 小慧一听啊 心里都开花 嗯 医生的 对那个独眼里说 有钱 你还怕娶不到好老婆吗 你可以买一个嘛 呵呵呵 我觉得小慧她前途一片光明 呵呵呵 推销之人啊 呵呵 敢自有多大啊 呵呵 独眼难这个时候就说 嗯 你说的轻松 我倒想 我倒想 上哪儿买一下 嗯 小慧观察一下四周 我这儿有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人家比你精多啊 小慧先观察一下四周 看四下无人 就跟那个独眼难说 我这儿有一个 哈哈哈哈 三十岁 辈儿漂亮 嗯 你要出现一点 我给你介绍 那独眼难一听 那心里面其实就 惨了得很 嗯 一听就明白的说 嗯 那可好 等等 你这不是要钱吧 嗯 多少钱 说吧 嗯 小慧黑黑一路 哎 我这不是多钱 我这儿呢 我这儿呢 就是看你 条件也不错的 就免得不好 给你介绍 就当个介绍费 五百块 嗯 可是我先说好 可是人家要看不上你 你可别不怪我 嗯 独眼难 丑烈也小 满目在乎都行 行 你把人带到我屋里 其他你就甭管啊 小慧一听啊 心里面又产生一场 说辞又来忽悠刘梅 马上就返回旅馆 嗯 对刘梅说 姐 我那两同学都答应了 嗯 但是 她家长 不是很忙 嗯 为什么 家长总觉得不放心 说现在人家骗子多 嗯 非得要见见 要不 你跟我去见一下 你的家长 嗯 由于那一听 哎 见就见了 嗯 所以过两天以后 你再也见不到我 边想边点了头 拍了小慧 于是呢 就跟着小慧出了旅馆 去见家长 是吧 嗯 小慧呢 就领着刘梅到了独眼团家里 嗯 就跟刘梅说 哎 这是我闺蜜家 这是我闺蜜她哥 嗯 嗯 您在这坐一下 嗯 我去找我另外一个闺蜜去 说着呢 小慧就老是独眼团出来了 独眼团呢 塞了给小慧500块钱 嗯 就把我小慧急急忙忙的赶出门了 嗯 这是赶出门了 哈哈哈 急不可耐啊 小慧一出门还松了一口气 背死我的家跑 嗯 一冲进家门 就扑在父母怀里 哭哭啼啼把今天整个的遭遇 跟父母说了一句 嗯 小慧的母亲呢 听完坚持要报警 嗯 于是第二天啊 一家三口还是来到了派出所 嗯 把这件事情呢 原原本本的跟民警说了一遍 嗯 民警听了小慧的经过以后 对他说 照你这么讲 你卖了他 照你这么讲 他想卖了你 结果你卖了他 好吧 说完呢 不管怎么说吧 嗯 你也算是卖了 你也就是贩卖人口 对 依据法律 我们也得拘留你 不管你先把我们带到独眼南那里去 嗯 民警呢就跟着小慧来到独眼南那里 嗯 结果啊 没有发现刘梅 刘梅呢 经过审问 民警就发现啊 原来那个独眼男也是会人犯 啊 他昨天把刘梅强奸完以后 强奸了 嗯 以三千块钱的价格 把刘梅呢 卖给了邻村的官罐 李大娃子 嗯 然后民警呢 又赶紧赶往邻村 把李大娃子给抓获了 嗯 在李大娃子家呢 解救了人贩子 刘梅 刘梅现在已经后悔死了吧 嗯 整个经过啊 就是经过 整个经过呢就是这样 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啊 发现刘梅其实不叫刘梅 嗯 就是个假名 他叫吴梅 嗯 他和他所谓的舅主 还有舅妈呢 是三个人口贩卖的团伙 已经犯作案五六七了 嗯 专门拐卖少女吗 不 专门拐妇女儿童的 妇女儿童 对 之后法院对一系列嫌疑人提起公诉 判处 这个吴梅也就是刘梅 嗯 因拐卖妇女儿童 多达六人 被判无期徒刑 嗯 舅舅舅妈 因拐卖妇女儿童罪 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嗯 独眼男因强奸妇女 和拐卖妇女儿童罪 被判十八年有期徒刑 嗯 乙大麻子 因收留被拐卖妇女 被判了两年有期徒刑 嗯 小慧 因拐卖妇女儿童 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嗯 我觉得 这件事情我觉得最无辜的就是小慧 本来就是出口气 结果被判了三年 这个他还是 还是要 就是考虑一下他的主观恶意才对啊 三年有点重 他不是有主观恶意 你说对了 嗯 之后呢 小慧一家 小慧一家不服判决 嗯 决定善诉 嗯 然后他没有找到律师 律师在阅读完整个案件以后啊 嗯 3个观点 第一 小慧犯罪时 只有17岁 对 未成年人 审判时是18岁了 嗯 所以啊 小慧应该属于未成年人犯罪 嗯 所以应该以批评教育为主 嗯 这是第一 第二 他并无主观上的恶意 纯粹只是想报复 并没有牟利 不是为了牟利 嗯 第三 有立功行为 是他搬住那个政府抓获了素敏原犯 这么神奇 就把 就把 原犯犯一窝 哈哈哈 就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一家门 哈哈哈 你听完那个是有什么感觉吗 感觉 看完那个故事就觉得 不是那么真实 可能是改编过 然后 于是呢 我就去查了呀 这是不是真的是这件事 嗯 首先呢 我入手还是从这个标题入手吧 嗯 17岁少女 把人犯给卖了这个标题 还卖了500块钱 我 我第一个发现的是 安徽卫视 在他的一档法制栏目上 叫做 呃 不是法制 在他的一档新闻脱口秀节目 叫做超级新闻产 嗯 直接有这个新闻 嗯 那就是真的 他 但是他说啊 最近央视一档栏目播出了这么一个故事 贩子这是很可恶的啊 为了一点钱 干尽了这伤天害理的事情啊 最近央视一档法制节目 因为新闻语言不是他这 嗯 按他说呢 是央视 我就接着搜 我最后发现啊 央视的12套 就是法律品啊 在2008年4月8号播出了这个新闻 哦 一模一样的剧情 一模一样的剧情 就这个 他这档栏目呢 他这档栏目的利益啊 其实是在普法 他自己标本了 就说这个其实是一个真实案例 嗯 然后我对这档栏目进行的搜索 嗯 其实啊 我个人不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 嗯 因为有 中央10号的那个 走进科学在前 我也不相信这个是真的 他整个故事讲下来跟我讲的这个故事是这样 差不多 差不多 几乎是一模一样 嗯 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模一样 但是这档栏目的一个标本 其实是用故事化的案例 所以说这个可能可能是有一个案例基础 嗯 但不是真实的 他改编了 改编过 嗯 这样 写了还是这样 你要遇到这个犯罪吗 我把你带来了 不行 我现在已经成年了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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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